大家好,我是賴君彥 我是李怡景 我是王沛瑤 丹王館這個樂器 其實是一個音域最廣的樂器之一 我們的音色可以有非常多的變化 以芳琴家來講 我合作過最多的管樂器 真的很特別 丹王館真的很特別 它可以從無聲,就是一片黑暗 然後到只有像頭髮這麼細的光線 然後到刺眼 就是尖銳 這個是其他樂器很難達成 它就是屬於一個可以哀傷 悲傷 也可以奔放 也可以歡樂的音色的一種樂器 我剛剛說它形容的就是比較保守 台語的時候可以它挑 它挑 前變女郎 我們剛剛一下子要它變女的 又要變男的 我覺得它都很open 都可以喔 因為拉型 因為四種座 我們四個其實是要呈現一種合適 四個人就像是生命的共同力 另外這個組合呢 這個創新很不一樣的組合 有配合老師 我都自己覺得天塌下來 任何都有它看著 弦樂的性質很相近 但小提琴跟Clarine其實很不一樣 因為弦樂我可以看到他們手在動啊 所以我知道我可以移情 可是我當我看到管樂 我發現他都沒有什麼表情 可是其實我聽到好多的變化 所以我要用不一樣的想法去合奏 更能夠呈現每一個樂器的特質 必須把自己 你有講稿 為什麼你有講稿 我就不會 我剛剛完全在放空 就是這樣子撿進去 排練都笑得大聲 笑聲變音樂聲多 笑完喔 還是要哭的繼續練 像我們這次創新的組合一樣 我們其實在曲目上面花了很多的心思 每一個樂章都有一些小驚喜 所以歡迎大家來聽一聽 歡樂! 慶恩! 말고關鍵 拍主! 我會議